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向早屋神 今天六节目的日子是2021年6月11日 这里有我在新西兰的以德陀余 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了 网友编辑部、正向报和晒冷气 继续装大中立无色的力量 好了 今次就想分享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这个共享经济平台 目前现在存在的问题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说过类似的事情 但是现在有些人都忍不住了 就是在西梅那边 都开始揭露了 主要就是Uber这个平台 就是大家越付的费用就越贵 其实这个情况在内地都出现了 就是你打车的费用越来越贵 但是那些驾车的师傅的所得 就没有提升的 没有提升的钱去了哪里呢? 不是平台咯 去哪里啊? 那当然是控制平台的人 当然是拿最大份了 现在这样的情况 那司机是一元都拿不到的 这个情况是 就是你好像你搭的士那样 的士加价 司机大佬都拿回一些啊 就是你没错 车租都会加一点 但是司机大佬都起码有钱过手啊 是不是? 嗯 不是 这些这样的平台呢 就安装你的 不是很坏的 是很坏的 现在在美国 根本就不够人家这些优步 是不够人家 不够人家的话呢 乘客的费用就会调升 但是司机一元 土处都拿不到 这些是 剝削劳动者血汗的成果 公然的剝削 是啊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内地有关的问题 但是 我们当时讲内地的时候 我们说 相信美国呢 都会是 情况都是一样的 那结果 这个世界当然是天下乌鸦一阳黑了 是 是没办法的 因为 就是抓Uber的人呢 就是自顾人士来的 如果你叫Uber公司去请这些人 去驾他们的车 或者做一个员工的话 那Uber这个模式 是做不到下去的 是 维持不了的 那情况在内地 都是类似的 那些平台是不会承认 在它平台上面 驾车或者送食物的人 是它的员工来的 这些是某程度上 法律一些漏洞 而科技公司 就是用科技来包装的 平台公司呢 它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说 喂 我不是请你呀 你自己在平台上找食物 我给你一个平台 如果你是给你一个平台的话呢 那究竟这个平台应不应该 赚那么多钱呢? 其实这一件事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现在在美国加州呢 驾Uber的司机呢 基本上就是时间和距离收费而已 就是比如之前有一些激励性的奖金那些 是没有了的 完全是 那么在美国这个地方呢 其实驾Uber的人是越来越少的 那么当然啦 有没有其他平台呢? 有 但是在美国是天下乌亚一样的 其他平台呢 都是想尽办法呢 就自己赚多些了 这个情况就是 还有究竟Uber提成是提多少 是不透明的 就是司机是不知道客人给了多少钱 客人呢 也都不知道司机收了多少钱的 当然那些客人呢 有时候会以为 说我给多了钱 司机会收多了 其实实际上是不会的 现在 中间扣除那份额 也都扣多了 看司机的钱就相对少了 但是Uber呢 他就当然有人出来说了 他说 我们就 就是Uber呢 整体的提成呢 其实就不变的 他当然是这样说的了 现在 但是呢 他就没有说那个数字出来的 究竟提成提到多少都没有说的 那么他说呢 现在在美国呢 就有一些叫做 Binding Fair 就是封顶 那个 搭车的那个价格 嗯 那搭车的价格封顶的话呢 那么时间和距离的那个价钱呢 就像的士那样收费的那个价钱呢 就会 高过他那个 封顶的车费 那么那个封顶的车费呢 有时候呢 可能会 少过Uber给司机的钱的 这个就是平台的说法 那么所以呢 Uber呢 就是 补贴 有封顶 车费 车程的司机的 如果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 但是其他公司 比如Lift 有一家叫做LYFT 那么他们的说法呢 就是 自从2016年开始呢 乘客给的价格和 和司机收的钱呢 其实已经脱了勾的了 就是已经没关系了 那么 有些人当然会 帮Uber和Lift 都有开车啦 那么他 就说呢 过去三年呢 就是这些这样的调整呢 每一次都是减它那个 每一次有新系统出来呢 它根本上就是减人工 每一次推一些新东西出来 那个司机收入就预减的 每一次都是 我知道 其实在国内的情况都是一样 就是这些所谓的平台 其实都是天下乌鸦一样 就是它一出新东西 就是捏你的司机 之前在国内我都说过 就是其他节目有说过 国内的情况就是说这个 手气弱车那个问题 还有滴滴那个问题 现在在西方也是一致 根本上是彻底一模一样 完全不知道 那些乘客是给了多少钱 那些乘客其实个个都投诉说 给多了钱 但是那些司机就没有收多钱 还有现在那些司机 基本上就是和Uber和Lift 都是斗争得很厉害 根本上 以前呢 驾Uber和Lift都找到吃的 但是现在要找到吃 是变了越来越难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找到吃 就是美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啦 那就是有这些剝削看起来都是正常的 那加州呢就是 全美国最多 临时工或者最多这些 激 economy 叫做 就是我只是承办商来的而已 不是员工来的 就是自雇人士 最多的了 在加州 那 邱布和Lift都是在加州的 那整天都是不断变的这个地方 那在加州2019年的时候 就通过了一项叫做AB5的法案 那就尝试令这些打散工的司机成为员工的 那邱布、Lift和其他这些 就是自雇人士平台呢 就出了一个叫做22号提案 那它就扔了2亿美元出来 就取代了那个AB5的法案 那现在这些这样的公司呢 就是平台公司呢 就在美国全国其他州份呢 都是推动这一种打散工 在平台寄生打散工的模式 那你这样打散工当然了 是没有福利的 那4月的时候 Uber就把司机收入 和乘客的车资分开了 以前呢 就是 司机就会收到乘客 给的 钱的一定比例做收入 那如果 那个 乘客 因为需求而定的价格 譬如 因为邱布它有一个倍数的 譬如 很多人要车的时候 它的车费会提升的 会贵了很多的 那 那段时间开车的司机呢 其实赚的钱会更多了 譬如晚上 其实大家都截不了车 打不了车的时候呢 Uber是 很多时候都会有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那个 倍数 奖励倍数是很高的 譬如 我记得我在澳洲住的时候 就试过乘客 晚上喝完酒乘客 乘客 因为接不到的士 其实那时候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那的士 当然是 政府规范的价钱 但是 Uber 就不是 那Uber呢 我记得 是要给三倍钱 摘不了车 你又打不了车 你唯一就是 用Uber 没办法了 就是打去给 的士 电照都没有车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唯一就是用Uber 结果它就是三倍 那当时我记得 那些司机是可以收到三倍钱的 正常价格的两倍到三倍 那现在呢 那些司机呢 就没有了 收不到这个钱 那现在呢 就全部都是 变成了 只是时间和距离 还有 不是完全收不到那个倍数 但是 收的倍数 就会 不是倍数 是变成了一个梗数 比如三元 五元 或者十元 那样 那但是 乘客可能给了两倍 三倍钱 但是都跟他们没关的了 现在 因为以前呢 Uber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和那些Uber 那些司机都有谈 因为我 摘不了的士的时候呢 我就会去 叫Uber 我通常都是摘的士的 其实 但是有时候 没有的士的话 我就搭Uber 那在澳洲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就搭过一辆Uber 他的司机就跟我说 他说他就这样坐在机场上等 就是等客的话 就是他在旁边附近有个位置等客 如果在那个位置等客的话呢 Uber是会给他多一点点钱的 就是那条 譬如拿到这支旗 所谓的 拿到支旗才算 那 车到我 由机场车到我 到我 布里斯本那边的家 他的收入就会多了百分之十几 那现在 就是应该这一样东西都会没有了 那在美国的情况就是 都是类似的 那停在机场呢 他那条期呢 就可以 赚多20%的 那现在可能这支旗呢 就赚多5元美金 没有了 都是主要原因 我相信是因为疫情问题啦 变了很多人 很少了很多人 在机场出入 那 从而呢 就取消了这种激励措施 他本来就是要跟的士竞争的嘛 所以他就 等些人在 机场附近都叫到车 其实就是这样做 那现在 平台呢 因为他 要想办法呢 在不同的地方都要有车的 就是他要把车和客串在一起呢 就要有些地方呢 他一定要有些车在那里才行的 但是有些地方 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开的 这个Uber 那他就要引那些人去 引那些司机去那些地方等 那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有些司机觉得很不公平 但是 实际上有些司机呢 就会 赚得多过 乘客给的钱的 就是拉回云呢 其实可能Uber 就没有赚多度的 这个都要说回 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老实实很令人怀疑的 因为现在他们那个 机制很不透明 即机制不透明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会有疑惑的了 以前呢 在美国开Uber 还有些做法的 以前的司机呢 是可以 选择收一倍钱的 选择收一倍钱的司机呢 通常要等很久的 才有客的 因为 是要乘客都肯 给多一倍 他才可以抢到一支旗的 或者抢到一条单 你怎么说呢 就是一条或者一支 你自己想一下怎么办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里面 乘客都不会 不会给多些 不会同意给多些的 是 因为现在 Uber呢 就是有个 平颈的发展到 一个平颈 我认为 因为 很多人呢 禁了车之后 禁了要车之后 是取消的 那Uber去解释就是说 这些功能没有了呢 可能会令到一些司机失望 但是 他们希望 司机理解怎样做 在过去几个月 因为有疫情应该是 那八成的乘客的付费呢 是 红了那些 就是票价乘数高的司机匹配了 但是 他们呢 就取消了 召车 那取消了召车之后呢 他们之后呢 基本上呢 就不坐这个Uber 试过一次之后 那现在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你订得那个 倍数较高的司机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拿不到旗的 那现在 啊 你说 原因是没有了很多客 那以前多客呢 你有时会 想快点有车 那就愿意给多些钱 那很自然的附近 有些人愿意 等一些要急需的客 就接这些旗 以前的时候 因为人多 经常都有人搭车 那叫做 还可以有肉食 但是自从疫情之后 过了十年多了 这种服务呢 就没什么人要 反而 是啊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那个平台的数量多了 也都是有关的 是啊 多了很多 由印度来的平台也有 中国来的平台也有 甚至乎 一些的不同国家 本地开发的平台 也都直接跟Uber 休暴竞争的 但是 现在那些司机就很不够了 其实 Uber Lifter 那些司机 都是觉得 喂 你在我们身上 剥削掠水而已 你在我们身上 赚钱 是啊 你把平台放在我们身上 就在我们身上 掠水 这样不适合 现在有很多司机 都是这样看 那个情况 当你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整件事就很难搞了 现在就只能够由得市场来决定 可能平台互相竞争底下 看看谁出局 现在就是要 是啊 我觉得 都不是说不是好事 多些平台 多些选择 你司机也可以 加入了几个平台 做了所有平台 接了所有平台的单 但是 对司机来说 本身就没有这个话语权 没有这个定价权 任由那个平台 给你多少 你接了接 不接就霸炸 那司机在这方面 真的没有什么话语权 还有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 驾车的人也少了 就是找不到吃 其实现在 这些平台的问题 开始浮出来 找不到吃的时候 它就没有司机 没有司机的时候 就可能给一些旗里 就要只是去兜客 都要10-25分钟 才可以兜到客 接着客人只坐5分钟 那有什么用 是啊 不过现在 就是休暴和Lift 他们不透明的做法 其实是为人够病 其实这些平台要成功 我觉得它唯一一个方法 就是将那些资讯透明出来 就是讲究竟是怎样 究竟平台营运的人 是赚多少钱 他们这些 在平台上 铁车的人 是赚多少钱 还有那个分成是怎样 大家的数一定要清清楚楚 数还数 路还路 不可以 就是 你说要补贴这样 补贴那样 你如果是这样 你都要解释出来 因为太多人参与这些平台 你不解释清楚的话 根本对整个平台的司机的士气 都是很负面的影响的 其实很差的 服务是越来越差的 车又不弄 我都坐过一些比较差的车 因为我自己都有坐开Uber 坐开休暴 我很多时候都是坐的士的 其实很坦白跟大家说 我自己个人是老土的 有些人说 就是Raymond Wong 你这个混蛋吃股不化 都是的 因为我是尽量坐的士的 为什么呢 其实的士一直都做到Uber做到的事情 其实一直都做到的 你叫的士 他就有的士来 你的的士要去哪里 他就断标数收 你叫的士要加多少钱 就在那里加回 你绝对清清楚楚看得到 我是到现在都不明白 就是这些平台究竟有什么优势 其实老实实 如果你习惯的士的人 根本我都想不到有什么优势 优势就是 因为他首先 说回Uber Uber是第一个平台在世界上 打开手机 就看到附近有什么车 你要叫这一架 立刻输入你的路程 输入你的路线 立刻有了价钱 显示给你看 那数目分明 一按OK 立刻那辆车就来了 感觉上就好像 比起你以前打电话叫车那种方便一点 我们的士现在都做到一样的事情 现在的士都有 其实一直都能做到的 你打去问他 你其实一直打电话去问他 什么时候有车 我在这里 现在附近有没有车 你问他就可以了 有车 什么时候可以来到 我要去哪里 其实一样的 不过他放了上网而已 以前你打电话 随便说几句的东西 现在用要按手机 其实更烦 有些人是不喜欢打电话的 他是喜欢用手机按按按按按的 觉得这样过瘾一点的 又或者 不需要和别人沟通 不需要说话 有些人是真的不喜欢这样的 我就是喜欢打电话去问车的 你说我老土也好 什么差也好 我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每次和的士司机说 其实他都说 都不明白那些人 为什么喜欢坐Uber 完全不明白 其实钱是差不多的 钱是差不多的 钱是差不多的 是啊 用那个 整个购买过程 打个手机 按个app 接着 讲个路线 按个按键 一辆车就飞过来 整体的感受是很不同的 就是比起传统叫车的方式 打电话的话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我打电话去到 他说几多分钟到 他通常都是几多分钟就来到的 他不来的话 我就打电话去催他 说他是不是找不到啊 是 是一样的 但是你整个流程 始终是不同的 你的台营运是要花费的 你的的士台 其实你的的士费用 已经包了的士台的费用了 对不对 是啊 所以你强硬弄一些东西出来 没有那样整那样 我觉得是 就是我自己租钱的看法 当然是 就是你现在 还要拿一些平台去卖钱 那些好东西 我心想 有没有搞错 如果真的卖得钱 那些的士公司就可以卖很多钱 你无可否认 邮暴是 是的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平台 全世界很多人都在用 你不能够否定这件事 我都知道他是很成功 但是他的成功 我是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么成功 就是你打电话去召车有多难呢 我到现在都是不明白的 唯一的分别就是 就是喜欢用手机 很多人都是 为什么有些人不打电话 都要传个信号过来 我觉得传个信号很烦 但是很多人都很喜欢传个信号 我打电话就行了 我打电话就行了 打电话就行了 说完就行了 是的 食股不化 我猜不到你不行了 原来是活在 活在 活在三十五次 哈哈哈 但是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 习惯了可能 就是我出来 习惯了 其实我自己是明白的 我自己是明白的 就是有时候 我很忙的时候 人家发个信号给我 最好就不要打电话给我 有些人总是喜欢收钱色的 是有些 是相当多的 这类人是 是相当多 喜欢用手机 弄把车弄回来 觉得 这个感受 是比较 是亲切一些 或者是好玩一些 哈哈哈 但是如果的士台 做到一样的东西 那你Uber 还能做嗎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些平台 如果的士公司 做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Uber 就要下架了 也不会 因为Uber先行 现在的士台 你又要做一个平台出来 一个APP出来 你又要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你又要跟Uber竞争 你要跟Uber竞争的话 可能有一很长的拉锯战出来 现在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呢 几年前在澳洲其实已经 他们坤士兰布里斯本的的士台 其实已经做到类似的功能 有APPs的 也都是看到它的的士在哪里 是 车牌号码那些全部都看得到 因为其实它本身都有这些管理系统的 因为它知道车队在哪里 它都会管理到的 它一直都有的 而且它是安装了 管理的士的系统的嘛 一直都有这些东西的 它只不过是多一个客户用的界面 其实就不用那么多钱的 所以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所有钱都要被美国佬这样捆掉呢? 我自己就觉得不是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反美情绪 其实我是尽量不用这个美国佬的 其实是 最后都用滴滴了是不是? 滴滴我都不用了 我都不赞成滴滴的那种模式的 其实坦白说 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很价格的 就是这么说 如果有得用国企的东西 我是用国企的东西的 就像之前人家跟我说 手气 手气约车是国企的 国企来的 因为是国企的嘛 手气是 那我就用手气约车 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买米这样才算 比如在这里买米 我买回中粮的 中粮集团的我买回 我买回福林门的 就是东北大米 我买回 宁愿贵一点我也买福林门 东北大米 我煮面宁愿没那么好吃 其实有些面是好吃的 比如台湾关廟面好吃点 但是我不是的 我有时候买回那只香雪 又是中粮集团 黑色包装出品的 看起来很高级的 但实际上 其实是贵过 当然是贵人家一点点 但我也是照买中粮集团出品 那这些是每个人的取向 这个是我老板教我的 就是我在这里做事 老板就是说 那个老板就很反对那些美国公司 就是在这里找食物的 那他买什么东西 都是自己这里 新西兰公司做的 就是有种自觉性 是有自觉性 还有他不会去大企业买东西的 他可以的话 他避免了一些大企业的 那我跟这个老板 当然学了很多东西了 我自己就当然是 也都是 尽量买回国企的东西了 不过是中国的 看来我也要学习一下 尽量 这里有的话 我就是买中国国企的东西了 我喝咖啡就不会 去那些连锁店买的 那些斯特伯克 你叫它走开 叫它走开 我就不会的 一定是 走开 是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要 使得资本市场 有得选择的话 你在细节那里 你已经要 针对美国 来做一些东西 不过当然我这样说 可能有些人就会 骂了 跳动反美情绪 是不是这样 跳动反美情绪 也都可能被YouTube 禁制 但应该不会的 不过我说回自己的感觉而已 美国的资本力度那么厉害 其实某程度上 因为大家都觉得 它那样东西是好 你去用它那样东西 它越用就越强的嘛 其实就是这样 有时候都是被逼的 你不用其实是很烦的 我自己本身都是用华为手机 19年开始已经用华为手机了 之前我就用一家 但是一家 就是你说是国产品牌 但是它里面都是有Google 那些 那件事 你一转了用不了Google 其实是可以一锅挑起的 就是我用不了 这里那个版本的安心出行 那我结果都要买一部 小米手机来用 就要用Google 其实我坦白说 我不是经常用它 那部手机 只是安心出行 scan一下 有时候怕片都会用的 因为拿着嘛 那么除此之外 其实很多东西 我都是用一部华为手机来做的 但是我结果就是 现在我是买不到新 就是不敢再买新的华为手机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买多个东西 也都要买多个小米 结果又要两部手机 其实就很不方便 方便的 那么现在 我当然是希望一样东西 就是中美之间 可以解决了 大家之间的矛盾 无实地处理现在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样 有些政治上的问题 搞得一般人都很惨的 就是说真的 那不过我说到这里了 就是 那些平台 是不是剥剥削人呢 其实都可以两体的 我觉得就 如果他们再透明一点 是赚多少钱呢 那大家就可以理解到一件事 他们是不是真的剥削着员工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 他们不透明都有原因的 不透明就是他们根本上 有些东西就不见得望 这个是我从来的看法 如果大家都是透明的话 其实就没问题的 我觉得 就是我们做惯事 跟政府做都是开诚报功的 我们用一个叫做 必须要透明 open book的方法 open book的方法 跟政府做 很多时候都是 当然找不到钱 就是大钱当然是找不到 你这样做当然是找不到大钱 但是这样做是公道的 我觉得就 有得做下去了 而且长做长有 好了 那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其实都差不多了 是啊 休息一会儿 都有一些离题 不过不要紧了 大家立体一点去看一件事 好 就这样 拜拜 拜拜